日本北海道最近发生规模6.7的强震 造成不少灾情传出 没想到9月8号中国云南也传出了规模5.9的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观测资讯 这起地震发生在8号上午10点31分 正央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附近 深度仅有11公里 属于极浅沉的地震 很有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灾情 在主震发生之后 5分钟内当地又出现了两起余震 规模分别为4.1 4.7 中南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表示 这起规模5.9的有感地震 当局也不敢轻忽 云南省地震局紧急启动了3级的应急措施 根据了解 这起地震就连林昌昆明等地都有感觉到地牛翻身 美国地质调查局稍早也发布了地震报告 在灾情预测部分给出了黄色警报 也就是说 这次的地震 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几率并不低 所幸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伤亡财务损失等灾情传出 明镜电视将持续为各位关注最新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